你觉得顾南平这个角色的魅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可以举个例子吗 她对待工作的这种严谨的态度 我非常的欣赏 但是与此同时呢 她生活中又有很鲜的一面 就是那种不太懂得一些 可以说人情世故吧 那种重感 然后和她专业上的这种雷厉风行 形成了一种反差 我觉得这个 这是顾南平这个角色吸引我的意见 这是你第一次接触飞行员题材 进度之前你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有机长跟我在线上给我教学吧 就告诉他们那个整个工作的一个流程啊 包括一些细节啊 然后再就是去到那个下航的 是航空学院吧还是什么 当然就是那个模拟机舱里面 我们去学习了两三天吧 然后也看了一些纪录片 差不多的这些 顾南平被称为行走的 飞行安全指南 你是怎么理解的 因为顾南平一直在推行 飞行安全手册的修改 他就是对这件事情实之不遇 就一直想把它弄成功 所以他对于飞行安全这一块的考虑 是特别的在意的 所以跟大家会觉得 他有的时候太过于严苛了 严苛到有的时候不亲人亲 所以大家可能会给他起一个绰号 叫星座的安全手册 这部剧改编字很多真实案例 如果让你从乘客和机长两个角度出发 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能举个例子吗 那就是从乘客的角度出发 就是以前我们坐飞机的时候 就会经常遇到什么晚点啊 延误啊 或者是取消啊 平时会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会恼火或者是情绪不好 心情很差之类的 但是演完这个戏之后我才了解了 就是为了保证每一趟航班的安全 他们中间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航路的问题啊 比如说天气的原因啊 就是你会真的了解到 他们这不是一个推辞 不是一个借口 所以演完这个戏之后 我就会特别提醒 你演过的角色里有警察医生机长 本次都想看你制服半永久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不洗澡啊 哈哈哈哈 得半研究半研究 还是可以脱掉的啊 就是谢谢大家对我的评价啊 就是还是很开心的听到这个评价 尽量尽量多穿 尽量多穿 之前有网友戏称你是内鱼基建工程师 对此你有什么感想吗 都是为国家搞事业的人 这不挺好吗 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嘛 感觉你近几年挑战的 都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角色 是有在特意挑选吗 你选择角色的标准是什么呢 算是特意挑选吗 我会对那种没有设计过的领域啊 我天然的就有种好奇啊 就想知道 就比如这次拍相红的也是 像那种机长这个体验 而且具实技术 机长我觉得应该是很多的男生 他们都会有一个梦想 要么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职业 要么就是像我们演员这样去演一个机长这样的角色 所以当时这个写的找我的时候 我也是就是冲这个机长 我才接得很好奇 好奇然后再加这个有新鲜感 最后用顾难停的方式来安定一下相风而行吧 都去看《相逢而行》 现在 马上 剧中让你印象最深的一句台词是什么 我们这个职业 只有心怀责任 才会走得更长远 拍完《相逢而行》 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更能够理解 记长这个职业 然后生活中遇到类似的问题 就更能够换备思考 顾南婷的哪一点 在你演过的角色中 绝对是第一名 离我40岁最近的时候 拍的一部长篇电视剧的角色 这绝对是第一名 有什么事情是你尝试过后 再也不想做第二次的 赵南强 发酒公格自拍更难 还是微博日更更难 都不简单 最近让你感到最治愈的事情是什么 希望这部戏能够治愈更多的人 怎样才能乘坐顾南婷级长的航班 那您只能一无碍其意了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